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是此前放话支持台湾不用害怕的副外长 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想错了 接着又出现了一些新动态 1.反对党威胁发起动议 1月7日 立陶宛议会最大反对党、绿党和农民联盟发表声明 要求县政府立即改正错误 更改台湾代表处名称 否则将在议会发起动议 2.立陶宛副议长要求改名 1月7日 立陶宛副议长马祖·罗尼斯表示 我们需要寻找方法改变代表处的名称 这是最容易实现的方案 这个名称对立陶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他还表示台湾代表处应该被改称为台北代表处 这件事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问题是 立陶宛与中国30年来在外交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共识已经被破坏 立陶宛外交部采取了非常突然激进的行动 与其他政治参与者议会政党完全不一致 据我所知 政府采取的这些行动 或者是根本没有与反对派和执政联盟中其他伙伴协商 或者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了协商 3.立陶宛副外长承认失误 1月9日根据立陶宛国家电视台报道 立陶宛副外长阿多梅纳斯当日表示 此前没有人预料到中立关系恶化会给立陶宛的投资环境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他进一步解释 之前根据双方的进出口数据觉得金额不大 立陶宛外交部曾预计不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但现在的情况表明 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预计的那样发展 立陶宛企业面临很多困难 压力也很大 这都是早前没有预料到的 4.反对党要求外长辞职 1月10日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领袖布林凯·维秋杰表示 现在中立两国关系的紧张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台湾代表处的原因 立外长兰茨·贝尔吉斯对此应该负主要责任 正是他们制定的相关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才导致立陶宛现在遭受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因此他呼吁立外长必须应该辞职 这样才有可能缓和与中方的关系 布林凯·维秋杰认为 立陶宛当局做出的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鲁莽决定是一个大错误 现在立陶宛全体民众都正为此付出代价 布林凯·维秋杰还称 立陶宛当前的外交政策不符合立陶宛的国家利益和宪法规定 宪法规定 立陶宛在外交方面寻求确保国家安全 公民服役 他说 我们应该寻求和平、安全和稳定 但在外交方面 保守派正在建立新的斗争战线 仿佛他们是主张战争、危机和冲突的党派 目前他们在所有战线上都失败了 为此 他称必须尽一切努力纠正所犯错误 五 立陶宛影子内阁开始动作 立陶宛影子内阁近日已发表声明 希望立中关系正常化 表示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希望立政府纠正错误 将台湾助力代表处改名为台北代表处 上述一系列变化表明 立陶宛一部分政客已经感受到疼了 他们未必会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但估计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失误 早前计算得不够准确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日表示 中立关系出现问题的是非取值十分清楚 立陶宛政府背信弃义 广顾立陶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遭到国内外普遍质疑和反对 我们敦促立政府纠正错误 不要充当台独和反华势力的棋子 做出符合自身利益和国际关系准则的选择 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这些动态中还能看到两个新变化 其一金主很可能也发生了变化 立陶宛虽然直接出口中国的东西不多 但其数百家公司为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跨国公司 生产服装、家居、零部件等等 一旦传闻中的二选一成真 意味着这些公司将遭受巨大损失 金主们若是不高兴了 还能有那帮政客的好果子吃吗 其二、立陶宛民意变化 政客往往都是随民意变化而改变的 总统老赛达、立陶宛绿党及社民党、立副外长 立陶宛影子内阁等对象的立场变化 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一因素 香港南华早报12日报道 立陶宛外交部委托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近三分之二的公民不支持该国当前对华政策 仅有13%的人表示支持立陶宛政府对华强硬政策 这无疑加大了该国外交部面临的压力与质疑 如今西莫尼特执政团队有两点比较糟糕 一是处处失算 让民众看到了这是怎样低能的一个执政团队 难获民众信任 二是给企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一旦民意尽失 一旦金主们不高兴了 以西莫尼特·兰茨贝尔吉斯为代表的那帮人 只怕结局不会太好 为抓紧立陶宛 台当局迅速开启金钱外交模式 不仅要成立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 1月11日还宣布将为台湾与立陶宛企业的合作提供10亿美元融资基金 综合联合报 中央社等台媒报道 11日晚 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长 阿尔莫耐特和台当局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席龚明新出席现场视频会议 龚明新称 阿尔莫耐特提到有关立陶宛商品出口中国大陆 受到一些阻碍 他们会想办法共同解决 他表示 台当局认为台湾和立陶宛的合作应该是永续性 必须设计可长可久的机制 因此除了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 将再加码提供10亿美元的融资额度给双方企业 促进台湾与立陶宛产业共同发展 龚明新说 2亿美元中东欧投资基金将由国家发展基金执行 10亿美元的融资基金则由台当局中央银行提供额度给中国输出路银行 后者将提供企业低利贷款方案促进双方合作 至于投资基金项目 融资对象等 龚明新称 台当局和立陶宛有6项谅解备忘录在进行 包括半导体人才 半导体发展规划 生物技术 卫星 金融产业和科学研究 去年10月台湾经贸考察团参访立陶宛时 双方厂商进行了240场对谈 后续有些企业已谈出合作发展项目 这些都是我们可投资及融资的对象 龚明新不忘说明 这个是投资基金 不是源外基金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注意到 龚明新提到了半导体等多种领域的投资可能 但它没有说明任何具体的项目 报道称 阿尔默奈特在会后的新闻稿中表示 虽然台湾方面尚未决定任何具体的投资项目 但立陶宛对半导体 激光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最感兴趣 我在会上建议立陶宛应该被视为半导体产业的潜在投资地点 台驻立陶宛代表黄军耀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研究在立陶宛投资半导体的可能时 我们将从整个欧盟市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报道提出资金对半导体产业至关重要 目前台当局承诺的投资金额和一座完整工厂所需的资金相比 只是沧海一宿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的工厂耗资120亿美元 一名欧盟委员会官员也对立陶宛运营半导体工厂的财政和资源能力表示怀疑 虽然不久前台湾曾接收了立陶宛被大陆拒收的2万瓶狼姆酒和一货柜的牛奶 但是台湾的金额外交是注定失败的 他们可以接收一两次货 可是不能把立陶宛所有的经济损失 尤其是结构性的产业移出和投资途径都接过去 立陶宛也是一直看不清形势 台当局连自己都快救不了了 立陶宛还妄想台湾能救他们 真是天真又可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